首先我们要来测试看看哪一个物质的硬度比较大 我们先将后纸板、木板和小刀两两互相刻画 比较看看这三者硬度的大小 接着分别用硬币和指甲刻画厚纸片、木板和小刀 比比看硬度的大小 硬度是指矿物抵抗磨损的能力 当两种矿物相互刻画时受损矿物硬度比较小 在自然界中硬度最大的矿物是金刚石也就是钻石 钻石是非常珍贵的宝石也是很好的切割材料 常见矿物的硬度可参考末世硬度表 如果将未知的矿物与已知的矿物互相刻画 再比对这个表格就可以推测该矿物的硬度 硬度是辨认矿物的检疫方法之一 在这个探索活动里了解硬度之后 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学习怎样辨识矿物 认识矿物首先要比较矿物外形的差异 石鹰和方解石的颜色均属透明白色 但是仔细看看它们的金型确实不一样的 结晶明显且透明的石鹰一般即称为水晶 长呈现六角柱状 方解石则常见白色 金型为菱形体 有时石鹰和方解石的颜色均为白色 当两者的金型不完整时 在外观上即非常相似 那么我们如何辨别呢 试着利用小刀刻画两者 看看哪一种矿物会留下刻痕 石鹰的硬度是7 而方解石的硬度是3 所以方解石会留下刻痕 若将两者互相刻画 石鹰也会在方解石的表面留下刻痕 最后将锡盐酸滴在这两种矿物上 观察看看哪一个矿物会产生气泡呢 方解石的成分是碳酸钙 与锡盐酸反应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不同的矿物有时外观非常相似 因此需要借由矿物的性质加以鉴别 例如矿物的外形、颜色、硬度 甚至可利用锡盐酸与该矿物进行化学反应 便以判断矿物种类 我不要忘记或是麻烦讼球 那一朵就可以了 肉质 好 肉质 我们有点难过 肝腹 肉质 肉质